恭喜郭榮 好 許郭榮就直接先來談一下 第九局你上去代打 代打葉君章那個棒次了 那上去之後面對買家瑞 當時心情上或是說心理上有一些想法嗎 其實我一開始就在準備那兩個左頭、洋頭 然後可是就是到後來就是 到我這邊的時候就是有一棒可以逆轉的機會 然後許總就信任我 然後就叫我上去 所以感謝許總 是 所以許郭榮你等於說 你當時在準備的是庫倫和麥特 認為說可能面對是他們兩個對不對 對 是 好 那許郭榮來談一下了 那對買家瑞呢 因為我自己也稍微查了一下 在這支安打出現之前 你對他是還沒有出現過安打 印象中好像打得不好 是 原因呢 可能都是想打大支才會這樣 是 那這支安打是在一好三壞的時候打出來了嗎 對 那一好三壞之後有得到你想要的球路嗎 沒有耶 因為我想說他應該不可能會丟裡面的讓我拉打 這樣有可能會拳來打 是 對啊 我想說他一定是邊邊而已 所以也沒有要求要打大支就往反方向下去推打這樣子 神不到就得到滿好的效果 是 你是說其實就是順其自然往右半邊那邊送就對了 對 對 因為那個球 因為沈玉姐在裡面紀錄 他有跟我講是外角低得的 是 所以沈玉姐也有在就是紀錄的時候提醒你就對了 沒有沒有 他是我在打的時候他在裡面紀錄 然後結束的時候他有跟我講 等於說換下來之後他才跟你講 對 不過還是得到你想要的啦 沒有啦 就是謝謝教練的信任這樣 是是是 好 曲錄那最後一個問題啦 那當然因為像之前嘛 因為你是有傷的關係嘛 所以今年當然因為有林玉璇的加入了 是比較沒有辦法固定先發了 那是不是也來探談就是說 跟喜歡你的球迷來報告一下 現在傷勢呢 現在傷勢問題 其實現在傷勢都還OK 只是跑壘這方面 因為有那個 摳雷的那個動作的話 就是膝蓋的那個承受的那個拉力 比較不好而已 其他的都還滿正常的 還有的話就是 因為沒有修訓嘛 就只有復健這些課程而已 所以一些就是 續航力比較沒有那麼好這樣 那大致上還是OK的 大致上都還OK 對 好 那我們也要恭喜許國龍 謝謝 謝謝麗姐 謝謝 恭喜 對 那也謝謝 謝謝 解根ヽ ノ